这群孩子拥有一双神奇的眼睛 能够控制人的思想 母亲只是说了女孩一句 她眼中就发出绿光 控制了母亲 下一秒母亲就像中邪一样 将手伸进滚烫的油锅 发出凄惨的叫声 即便好友救她出来 她也控制不住将手放回油锅 被送到医院后 丈夫问她究竟怎么回事时 她刚想说话 就被女孩控制得不能言语 一出院又被女孩控制着跳了悬崖 与此同时 医生给女孩检查眼睛 不小心拿到了胶水 女孩发出惊恐的叫声 几乎同一时刻 外面的孩子们齐刷刷转头 盯着医生 随着他们眼睛发出绿光 医生将胶水滴在自己眼睛上 最后瞎了眼 频发的意外 让小镇的人意识到这群小孩的不同 他们聚集在一起 想要彻底毁灭孩子们 可此时孩子们早就站成一排 眼睛发出绿光 领头的女人立马被控制 手上的火把掉在地上 迅速点燃了她身上的衣服 原来这些孩子的父亲是个外星人 他们出现那天 一道黑影笼罩了小镇 所有人都陷入莫名昏迷 就连笼子里的小鸟 路边的狗都没能幸免 只要进入到小镇 都会受到一股神秘力量的影响 这个年轻人就是如此 刚进入小镇就陷入昏迷 下一秒就和另一辆车撞到一起 年轻人当场领了盒饭 如此诡异的事情 引起所有人的注意 警察很快赶到小镇 发现这股神秘力量只影响小镇 为了验证猜想 他们派出探员 戴上防毒面具身上挂着牵引声 小心翼翼地越过那条警戒线 可还没走几步 探员就受到神秘力量影响昏迷过去 神奇的是 实习生一回到警戒线这边 就苏醒了 他们又派来专家来查明原由 可面对如此诡异的事情 专家也束手无策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 小镇上的人们又诡异地苏醒 除了几个倒霉蛋 所有人都毫发无伤 随后警方调查了整个小镇 但都毫无发现 小镇居民也恢复了正常生活 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 没想到一个月后 小镇所有女人都怀孕了 而且受孕时间都是居民集体晕倒的那天 小镇一时间陷入恐慌 害怕孩子们身体有问题 这件事再次引起轰动 当初来小镇检查的专家来到小镇 他代表社会管理层 鼓励大家生下小孩 只要是愿意 就会有30万的奖励 他们觉得这些孩子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男人们乐意至极 不仅能有孩子还能有钱拿 但女人们却害怕这些来路不明的孩子 私下约定一起去做手术 可就在当晚 他们同时梦到自己轻轻抚摸肚子 眼神中满是享受 第二天集体改变主意 决定生下孩子 就连专家都非常困惑 觉得不太可能所有人都想留下孩子 几个月后 女人们即将生产 因为是在同一时间怀孕 她们也在同一时间生产 专家专门调来大批量的医生护士 照顾临盆的女人们 奇怪的是这些孩子又在同一时间出生 只有一个女人出现意外 生产不顺 孩子胎死腹中 专家以尸检为由抱走孩子 大家虽都知道这些孩子出现的诡异 但还是给他们举办了隆重的洗礼 欢迎新生命的诞生 专家和医生给这些孩子做了全面检测 发现他们的DNA相同 来自同一个父亲 两人非常诧异 这件事情变得越发诡异 随着孩子们逐渐长大 他们内心的疑惑越来越大 因为孩子们长着一样的银色头发 智商超高 还没学会走路 就已经能拼出自己的名字了 脾气非常大 一旦有人让他们不快 就会狠狠教训那人 一个母亲只是说了孩子一句 就被他控制着将手伸进滚烫的油锅 即便被好友救出 也还想伸进去 好不容易痊愈出院 他又不受控制的跳崖 小镇接二连三发生意外 虽没有明确线索 但他们都曾和那群孩子有过接触 专家猜测这些孩子可能拥有一些神奇力量 于是他给孩子们安排了体检 孩子们排着队乖乖来到医院 眼科医生在检查小女孩的视力时 发现了异常 想低点眼药水仔细检查 却一不小心拿到了胶水 小女孩发出刺耳的尖叫 在外等候的孩子们齐刷刷转头 另一个小女孩打开房门 眼睛里发出红光 紧接着眼科医生就将胶水滴在了自己眼睛上 所有人都开始害怕他们 学校老师为了保护其他孩子 决定为他们单独开设班级 由校医教导他们 经过相处 校医发现这些孩子不管做什么都是成群结队 一男一女搭配着 只有一个名叫大卫的小男孩担着 因为他的伴在出生时意外死亡 随着孩子们长大 他们的能力越来越大 还有了预知未来和独心的能力 这天孩子们一起外出 半路大卫脱离队伍 独自来到了墓地 寻找那个死去的伙伴 他看到了那个伙伴的母亲 预知了他的未来 他似乎感受到了女人的悲伤 校医也在这时来到墓地调研亡妻 发现这个男孩的与众不同 他好像有属于人的情绪 会为自己失去的伙伴感到悲伤 会牵住他的手安慰他 这个发现让校医觉得 这群孩子们没有那么无可救药 只要好好教导 一个清洁工溜进来 拿着拖把指着孩子们大骂 说他知道小镇上的异常 都是这些孩子造成的 在一群没有是非观的孩子们眼中 清洁工的行为无疑是作死 孩子们纷纷站起来 全都盯着清洁工 下一秒绿光出现 清洁工不受控制地爬上楼梯 来到顶楼 将扫把对准胸膛 毫不犹豫地跳下 解决完清洁工后 孩子们成群结队地离开 这一切都被校医看到 他感到挫败 跑到专家办公室询问 这些孩子究竟是什么 专家告诉他 当年诡异昏迷的地方 不止这一处 世界各地好几个地方 都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他们也是几乎同一时间昏迷 同一时间苏醒 女人们也都在医院后怀孕 生下了满头白发的孩子 接着专家将他带到自己家 校医看到了当年早逝的孩子 他这才知道 这些孩子并不是人类的孩子 而是外星生物 校医责怪专家 为什么不将事事告诉其他人 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悲剧 专家表示告诉别人 就等于告诉孩子们 到时又不知会发生什么 校医回到家 小女孩通知他 自己和小伙伴要搬到镇上的仓库 还趁机打听专家都和他说了什么 校医将晚上的事 藏在内心深处 小女孩没有读到 校医找到了防卫孩子们的方法 第二天镇上又发生 一起由孩子引起的意外事故 中年男人在他们的操控下 驾驶车辆直直冲向油罐车命丧黄泉 这件事引起全镇的关注 这时专家找到校医 告诉他一个极为惨烈的消息 其他有引发小孩的地方 一夜之间所有大人和小孩全部身亡 随后表示自己会连夜离开 还劝校医早做打算 校医抱着最后一点希望来到教室 企图教导这些孩子 没想到孩子们没有半点悔改 还说这是物尽天责的真理 他们本就是竞争者 不是人类毁灭 就是他们消失 这一刻校医才醒悟 孩子们根本就是恶魔在世 说再多也没用 他们根本不会改 校医失落地离开教室 这是一个男人拿着枪对准小孩 他要毁灭他们 可他刚瞄准女孩 就感觉不对 转头一看他身后站着其他几个孩子 对视过后 男人不受控制地将枪管对准下巴 随后扣下扳手 深夜专家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 但想起自己还落了重要文件 只能又返回寻找 没想到他刚拿到文件 转身就看到几个小孩 在对方的控制下 他打开地下室的门 孩子们看到了早逝的同伴非常生气 决定教训专家 控制专家躺到桌子上 用手术刀硬生生划破自己的肚子 与此同时小镇上的人们 受够了孩子们的压迫 他们聚集在一起 准备和孩子们决一死战 然而孩子们拥有神气超能力 这场大人们的反攻注定失败 领头的女人和他们对视后 手上的火把掉落 点燃了她的裙子 可即便满身火焰 女人也没有挣扎一动不动 任由火焰在身上燃烧 警察文讯赶来 用枪对准这群孩子 但没过多久就被控制了 开始自相残杀 几分钟后就是一地狼藉 笑意在这时赶来 看到了这一切 在伤心难过的同时 和孩子们同归于尽 给定时炸弹定好时候 带着必死的决心来到孩子们面前 她一边和孩子们聊天 一边时不时看钟表 她的异常被孩子们发现 集体对笑意使用超能力 企图弄清她心中所想 不过笑意早有准备 在内心筑起红墙 抵挡孩子们的超能力攻击 没能如愿的孩子们 再次发动超能力 可依旧只看到红墙 笑意死命防守 这时大卫的母亲 从他们身后出现 悄悄靠近大卫 在她带走大卫的一瞬间 眼看母亲就要受到伤害 大卫一把推倒领头的小女孩 大卫母亲趁机带走了大卫 其他孩子们没心情去管两人 继续对笑意使用超能力 在孩子们持续努力下 笑意的心理防线被攻破 他们看到了定时炸弹 可惜为时已晚 定时炸弹即将爆炸 没等孩子们反应过来 他们就葬身火海了 笑意与他们同归于尽 而唯一拥有良知的大卫 则和母亲永远离开了小镇